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长泰 我们去OminiGraph for Mac课程 这节我们学习一下画布 我们所说的画布 只就是中间这个核心的区域 画布有几个要点需要大家学习 第一个就是关于画布的大小 想了解当前文档画布大小 我们需要找到检查器 找到检查器 然后点击第三个图标 我们看到有个参数叫版面大小 我们当前选择的是无限 这个默认画布大小 其实和我们当时创建文档时 所选的模板有关系 比如我们再新建一个模板 然后打开一个音质单位 比如打开一个文档 好 这时候我们看到 当前的文档的画布是灵活 比如我们再打开一个 好 打开自然浏览器 然后找到一个纸张大小 比如找到小海报 好 我们再点击一下看一下 这里看到版面大小是固定 固定画布大小代表的是这个画布的大小尺寸是在一定范围之内的 不能超出这个范围 设设设计方案打一个流程图 这时候比较适合使用固定大小 比如说一个设计方案并没有明确的确定它的大小 最初我们用了一个比如A4大小的版面发现不够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这时候临时改 改成灵活 改灵活之后发现版面并没有发生直接的变化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详细啊 这个灵活呢 它是可以确定你在哪一侧啊是灵活的 比如呢 我们看到左侧啊是关闭的 代表的是不能超过 大家注意啊 这个是原有的版面的这个位置啊 我们看一下啊 不能超过左侧的这个边界 那这是关闭 假如说呢 我点一下开放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 那打开 打开之后呢 刚才这个边框已经向左延伸了 那会随着我元素在最左侧什么位置呢进行调整 我再调整一下 我们看到左侧呢又继续延伸了 那这时候我们观察一下下方 下方依然是关闭状态 我们看一下下方 那下方啊 没有随着我们元素的最下方边界的扩展 这时候呢 我们再点一下下方的关闭啊 再点击一下 然后呢变成打开 发现的下方的也延伸了 那这种方式啊 比较好的控制了我们当前画面的一个边界 比如对我们现在比较常见的一些长微博啊 它其实就是一个图 宽度呢是一样的 从上到下一直看下去 在那种情况下比较适合左右都是关闭的 然后呢上下是打开的 那再比如呢 我们知道七名上颗图啊 它是一个长幅的画卷 其实它左右侧是打开的 这个上下是关闭的 所以说对于不同创作的目的啊 采用的这个灵活的方式呢是不同的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当我们选择灵活方式之后呢 下方这个尺寸 那这个尺寸啊 代表的是左右的宽度 那这个尺寸呢 是我们不能够进行编辑的 因为它会随着画面的变化呢进行调整 比如说当前啊 是11又三十六分之一英寸 那这时候呢 比如在这画一个矩形啊 我们发现呢 这个尺寸就发生变化 那这个尺寸啊 是上下的一个高度 假如说我已经把上下关闭了 那这时候呢 我可以控制它展示是多高啊 或者说画布是多高 比如呢 当前是17又三十六分之一英寸 那假如说我们平时啊 习惯使用厘米也可以 比如我写厘米呢 是50厘米 然后呢 回车 它自动啊 会计算 转换为多少英寸 那假如说呢 是反向呢 比如呢 这个上下是打开的 左右呢 是关闭的 那这时候啊 我们可设置的啊 就是这个区域 那就是说我们这个左右区域啊 就是这样的区域 宽度是多少 我们想设置成一个系统最初的木认值 在今后编辑过程中呢 不要改变这个大小 那设定某一个宽度啊 或者某一个方向是固定的啊 比如呢 我们把左右固定 那形成一个这种上下的 可无线扩展的一个图片 那这有什么好处呢 那当我们确定了左右的宽度 然后在编辑关中啊 就能够比较真实的看到图片的清晰度 假如说呢 我们最初编辑的这个左右宽度啊 非常的小 比如说是一厘米的宽度 我们往上找图片的清晰度还不错 但等到我们打印到A4纸的时候呢 会发现清晰度非常的差 所以我建议大家 如果你的这个设计文稿 最终目的是打印及宣传的话 那最初呢 一定要明确它的尺寸 要么是固定尺寸 要么呢就明确灵活的尺寸 到底是左右灵活还是上下灵活 那不仅对于那些需要打印一刷的文稿呢 需要考虑版面大小 那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长微博 也需要考虑版面大小 那此外呢 假如说我们想做一个Kindle的 或者PPT的文档 需要呢通过Graphle呢 配合做一些图片 做一些演示的一些流程图啊 或者说组织结构图 那这时候也需要 根据你的幻灯片的大小呢 来确定Graphle文档版面的大小 那这样呢 今后把Graphle税文稿 转移到Kindle或者PPT的时候呢 才会比例合适 比例对应 那假如说呢 我们新建的这个Graphle文档呢 目的呢 就是整理自己头脑中的想法 或者是为某个设计呢 创建一个草图 那这文档呢 不需要发布给任何人 不需要放到Kindle里面 也不需要发到微信 微博等等 只是自己在Graphle中呢 自己查看和编辑 这时候呢 可以非常放松啊 非常轻松的选择无线 那这个版面啊 是无限大的 那可以发挥你的创意 来任意的编辑 那由于我在使用Graphle的初期啊 经常不考虑文档的大小 结果呢 到后期啊 发现文档 不符合发布图形的要求啊 比如不适合打印印刷 或者说 不适合放到Kindle的 或者是 微博微信里面 经常需要后期做修改 那所以呢 在本节呢 重点强调了一下 希望大家能够 吸取有的建议和教训 好 那关于版面呢 再说两个辅助的功能 或者是工具 那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背景的网格啊 大家看到当前的画布呢 背景有这些网格 那这网格呢 便于我们知道元素的位置啊 那这个网格呢 可以控制展示或者显示 快键的是Command 加上这个斜杠 那现在呢 消失了 现在出现了 那可以找到菜单中 我们看到有一个隔线啊 可以通过这个按钮呢 来操作也是可以的 好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线啊 这个线呢 叫做参考线 那参考线目的呢 是帮我们对齐一些元素 或者是干脆呢 用于来标介这个版面大小 那么回到这个文档最初的状态 我们看到参考线啊 就是在这个画面大小往内一点点啊 大家注意啊 留了一点边 相当于是这个边之内啊 是可以有文字的 但是这个参考线之外呢 是不写文字的 这样看起来的更美观 那参考线的显示啊 也是可以点一下显示菜单 然后呢 找到参考线 然后呢 点一下可以消失 那如果想出现呢 就是再点击一下 那如果说我们目前呢 是一个空白的文档 我想设置参考线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把鼠标放在这个区域 大注意 然后呢 按一下鼠标左键往下拖动一下 那这时候呢 就出现了参考线 那包括我们之前 原来已有的参考线呢 也会再次显示 比如说 我现在呢 想再建一条竖着的参考线怎么办呢 点击一下这个区域 然后呢 拖动过来 那目前我想干脆呢 删掉这个参考线怎么办呢 大注意啊 先拖动这个参考线 然后呢 往上 往上呢 拖动一下就消失了 那这条呢 也是一样的 那竖着的参考线呢 只需要往左拖动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通过参考线对齐单例 比如呢 我先新建一条参考线 然后呢 我连续完两次 然后开始连续绘制巨型 比如呢 我第一个巨型呢 是绘制在这里 然后呢 我可能会绘制其他的巨型啊 有其他的用意 那比如说 我往右侧呢 移动了画布很多 我希望呢 和第一个巨型呢 是同样的一个上边缘 那这种呢 可以通过参考线呢 快速的绘制同样上边缘的这个巨型 那对于OntoGraph来说呢 参考线 格线啊 在打印以及输出的时候呢 是不会展示的 比如呢 我们先点击显示格线 大家注意当这个画布呢 显示的非常大 这个包括了从0到2000的时候呢 格线看不出来 因为格线啊 是有一个默认宽度设置的 那这时候我们把这个画布放大一下 看到了格线 那格线 虽然我们在编辑过程中是可以看到的 包括参考线可以看到 但是我们导出一个文件看一下 好 接着我们点击文件 然后呢 点击输出 然后呢 我们可以选择输出PDF样式 然后呢 点击输出 保存到一个位置 比如到桌面 好 我们预览一下这个文件 发现呢 这个文件呢 不会体现任何参考线和格线 好 我们回到我们的Graph的界面 假如说我在当前界面呢 不断的缩小显示 显示更多的元素 显示更大的画面 这时候呢 发现格线消失了 那如果在当前画面呢 我希望继续展示格线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找到这个版面 然后呢 找到网格 然后呢 看一下当前的主网格间距呢 是四像素啊 因为四像素太小了 在当前版面呢 是无法体现的 我们比如改成40看一下 发现40呢 基本已经看到 我们也可以改成400 好 那400格线呢 就会比较大 那我们不仅呢 可以控制格线之间的间距啊 也可以更改格线颜色 默认的是灰色 我们可以改为其他 比如呢 我们选择一个其他颜色啊 都是可以的 根据你的需求 那此外呢 标尺功能啊 也可以根据大家的需求呢 来控制展示 或者是消失 那标尺指的就是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 那快捷键呢 之前你给大家讲解过 是Command加上字母R Command加上字母R 我们再复习一下 那本集呢 主要给大家讲解了画布 画布的分成三种 包括了无线 灵活和固定 那我建议大家呢 在绘制文档最初呢 就想清楚自己是用于哪种用途啊 是发布还是自己使用 那此外呢 我们讲解了参考线和格线 参考线呢 可以通过上下直接拖动创建 也可以呢 直接拖走 让它消失 那格线呢 可以通过快捷键 Command加上斜杠 让它显示呢 或者是隐藏 那此外呢 格线的间距啊 也可以在版面中进行调整 在这有一个主网格间距啊 可以通过这个参数呢 进行调整 那格线的颜色啊 也可以通过这里的参数呢 进行调整 那此外呢 我们也说了标尺 那标尺呢 可以通过快捷键 CommandR 进行显示呢 或者是隐藏 好 以上呢就是本节课程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